所以這個是下一屆NCC委員的郭就對了 不是郭的問題 而是這個本來是延續的 這個事情拖得越久 就不就讓這些媒體大亨 可以逍遙越久 主任長好 在開始今天交通署的總資訊之前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想 必須要提醒您的注意 這件事情是 我們的海紀會董事長鄭文燦 在上個週末的時候 五百萬元被法院重保交保 涉彈 從法院所發布的新聞稿 非常清楚的 呈現了 他的確有收受五百萬元 不當的金流 但這件事情我之所以有必要 要提醒院長注意 也要請教院長是 這件事情我們接下來 當然就進入司法機關 爭辦 我們都尊重 這個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 這個 土地開發弊案 受惠的情節 在2017年9月 在2017年9月的時候 就已經有監聽議文了 2017年9月的時候 就找到金流了 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 要偵辦了 為什麼 後來案子被壓下來 被牽結 這件事情很嚴重 這個攸關了我國整個司法上的信譽啊 為什麼 那個時候的案子 竟然 無疾而終 辦不下去 沒有辦法約談 沒有辦法搜索 院長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掌握 謝謝委員 委員心中的這個疑慮啊 我想社會上大家也 難免有同樣的想法 那我也認為 一個案件 這個檢調單位 當然有它辦案的速度 步驟程序等等 但是 在適當的時間 而且在案件沒有被 五十七年以後 你認為是適當的時間嗎 我說如果在適當的時間 它可以對外 或者是進行這個 受案的動作的話 那對案件的釐清 應該是更有幫助的 那這個齁 除了目前 鄭文燦他個人所細數的案件的偵辦以外 我今天之所以跟院長提這件事情 是牽涉到了我們的法務部 在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 第一個 有沒有人押案 第二個 更嚴重的 顯然是消息有洩漏 所以不到 大概過了一年的時間 消息有洩漏 監聽的內容有洩漏 所以鄭文燦匆匆忙忙的 把那五百萬還回去 這還有泄密的問題啊 院長你認為需不需要徹查 徹查法務部長 不是 不是 車查當初 為什麼 這個案子 被牽結 為什麼沒有辦法動 當初 這個案子 為什麼今天聽的一文 會流出去 導致什麼 鄭文燦收到封 把匯款還回去 這件事情不需要查嗎 好我剛剛說 除了檢調單位 做辦案的程序 步驟之外 民主的台灣 應該不會有人 要去壓 一個任何的案子 但是這件事情 如果在 現在 法律的釐清之餘 對過去的處理程序 行政上 有沒有必要做檢討 法務部 我認為可以去了解 法務部 有必要去做調查嘛 對不對 可以去了解過去的這個行政上 有沒有任何的 我希望這件事情喔 這件事情 知識體大 攸關全民對我國司法信譽 跟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法務部有必要要徹查 給全體國人一個交代 當初這件事情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這個是我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事關重大 我覺得有必要 要當面跟院長提醒這件事情 我們的法務部 應該要給社會 一個清楚的交代 回到今天啊 質詢的主題 我們在討論啊 NCC被提名人的時候 我們執政黨不斷的強調 基於責任的議題 基於責任的政治 基於行政議題的概念 NCC委員應該由行政院院長提名 這個才是責任政治的展現嘛 民眾黨黨團 我們公開呼籲過好幾次 就希望卓榮泰院長 能夠跟社會大眾表示 對這四位人選 您到底是支不支持 背不背書 因為這四個不是你提的 大家都知道 你一開始上任的時候 你說你要一些時間去瞭解 我們大家都願意給你時間 那了解到今天 我們現在的行政院 您願不願意幫這四個NCC 被提名人背書 因為這直接攸關了 我們在討論行政議題 在討論責任政治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不要進行實質審查 這個是不是行政院 願意背書的名單 好 兩個事情跟委員報 第一個 世衛委員我們在 最近期間以前 有在一一的跟他們詢問 當初拜託他們 提名他們的這個過程 現在我們如數的在 向立法院來做一個確認 這個要再徵求他們意願 否則時間過這麼久 第二個 我記得應該是6月25號吧 大院的程序委員會 曾經就 這個提名案 這個同意權 再做一次 不與 不與裂案的一個 一個決定 否則 在7月 6月底跟7月初的這個 院會就能處理 所以這個事情 在大院裡面 也一直在進行當中 所以現在 現在是問了你的立場 你四位談完了以後 現在這四位你是不是都背書 因為這牽涉到 接下來的審查程序啊 如果這四個被提名人 有不適格的狀況的話 到底是誰要負這個行政責任嗎 我相信我這個問題非常公平 現在我的態度是 既然 6月25號程序委員會 大院的程序委員會 曾經就討論過 那就讓這個會繼續的進行下去 所以你願意幫這四個被提名人背書嗎 基於我們剛剛所講的 行政議題責任政治 這是你願意背書的對象嗎 目前我傾向 就照原案來做進行 所以這四位你都願意背書嗎 提名 對啦 行政院提名 你是行政院長要負責嘛 我們就是不希望把前面行政院長的鍋 甩到你身上 所以給你善意的 給你再一次的機會考慮 你願意幫這四位背書 比如我今天在這邊負責任的跟院長報告 台灣民眾黨黨團 你只要願意背書 我們就支持實質審查 你如果覺得你有其他的考慮要重新提名 我們也願意支持你的決定 現在就看院長你的決定是什麼 第一個因為 我說大院還在進行相關的程序 而且四位 被提名人的意願 我們現在為止 沒有明確的跟過去大大的不同 所以 我們就 按照原來的四位 再請大院來進行相關程序 這個問題喔 我想 來來回回馴答了 這麼多次 我應該可以認為說 你願意幫這四位背書沒有問題吧 就 連續下去 是嘛齁 好 接下來 黨政軍退出媒體 還是不是民進黨的價值 當然是 當然是嘛 好 但問題是啊 在具體的實踐上 有沒有做到 我相信社會都有一把尺啦 現在到底是黨政軍退出媒體 還是黨政軍就是媒體 這件事情 每一個公民心裡都有一把尺 但我不喜歡談抽象的事情 我喜歡談具體的事情 我去年 回到立法院之前 我就直接公開質疑過這件事情 我們 有 我們的電視新聞台 竟然可以去入主 可以去入主 這麼大的中家有線電視系統 跨越了 反媒體壟斷的紅線 我當初 提出所有的證據 指證立立 那個時候 也有不同黨派的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關心這件事情 我們的NCC 經過調查 確認 當初檢舉的內容 是真實無誤的 是真實無誤的 但我們大家就在 懷疑一件事情 今天一個跨越反媒體壟斷紅線 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情 的三立集團 為什麼 這件事情NCC已經徹查 認為 卻有其事 但是三立 卻沒有受到任何的處罰 院長 你覺得這樣對嗎 是不是請NCC說明 好 跟委員說明一下 這個案子來講 是三立的股東的投資 所以 這個案子我們查 就程度剛才 委員所講的 他不 目前這個投資 不是三立的股東啦 就是他們的董事長張榮華嘛 就講白話文就好了嘛 所以 就是股東嘛 所以 我們現在已經命起 把這個相關的股份 處分掉嘛 處分掉了嗎 在中家現在在處分當中 我們現在已經請 我先好跟你釐清一個概念啦 是 做出違法行為的人是三立 或者是你要講張榮華也可以 股東 對 但為什麼 他沒有得到任何處罰 這個是社會大眾的疑慮嘛 沒錯 那是因為我們 目前的廣電三法裡面來講的話 對於這些個人股東 我們處 我們的廣電三法的主要規範對象是事業 不是個人 所以目前來講 沒有辦法相關的作用法去處罰他 你認為這種行為應不應該處罰 明明就知道 紅線在那裡 明明就知道NCC的付款不允許做這件事 還執意去做 還欺騙NCC 被抓到了以後 沒有任何處罰 這樣對嗎 問題是說 在法律授權上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現在我問你的是 你認為這個行為該不該處罰 該處罰 但是要有法律依據 好 這件事情你講過了 所以我今天特別請教你 你說 要修衛廣法 我等了好幾個月 草案在哪裡 草案還在我們會裡面 什麼時候可以生得出來 委員我們現在 基本上是換屆當中 所以說 你說 所以這個是下一屆NCC委員的郭就對了 不是郭的問題 而是這個本來是延續的 這個事情拖得越久 就不就讓這些媒體大亨 可以逍遙越久 沒有要拖的問題 而是說 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下一屆NCC委員才知道 來 請教院長 院長您認為 這麼重要的法案 什麼時候應該提出來 好我會先先了解 現在通傳會進行的 草案內容 那交下一屆的 新NCC委員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列為優先 請他 優先法案嘛 我希望 下個會期 優先法案 因為我們也有提出魏廣法的修法 我們除了要去制裁這一種 明知道紅線在哪裡 跨越紅線 對他卻毫無處罰 這種二職的媒體之外 我們還希望 股權要透明 補助要透明 財務要透明 要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 這三個原則院長 是不是支持 這個大的原則 當然是往這個方向 那再收集更多 更各方的意見 我們把它弄為一個 比較完善的修法 院長承諾 這是優先法案 我們下個會期 拭目以待 賴慶德總統說 打仗 掃黑 樹胎 是政府的重要任務 院長 同不同意 當然是 我們在 自然會報的時候 就提出這樣的一個決心 好 但大家現在覺得 很困惑的是什麼 被查獲的 害人無數 不法詐欺吸金所得 二十幾億的王牌交易所 結果竟然啊 跟我們的三立集團 在洗錢的網絡當中 有一個宜傳公司啊 不僅是設立 在三立的大樓裡面 甚至什麼 這家公司也不只是跟三立合資啊 他的監察人 還是三立派的 我們過去在討論 打炸的時候 是說啊 網路上有很多不實的資訊 大家不要相信那不實的資訊 要求網路平台業者要去除不實的資訊 結果現在什麼 在幫詐欺集團 散播假新聞 讓無辜的社會大眾 去買那些垃圾的虛擬貨幣 不法獲利二十幾億的 竟然是領得我們NCC執照 有線電視新聞台 院長你覺得這件事情嚴不嚴重 屬不屬於現在的政府 我們要嚴厲的打炸的對象 這日前媒體有揭露這樣的事實 那 依法辦理 這不是媒體揭露啦 這個是我檢舉的啦 那謝謝委員的辛苦 那我們會依照法律來處理這些事情 依照法律來處理 怎麼處理 依照什麼法律怎麼處理 講清楚 不要講空話 依照法律處理我當然贊成嘛 但人民要看到的是什麼 人民要看到政府不是口 打炸不是口號是行動 你要依據什麼法律怎麼處理 請教委員長 現在當然 法務部也好 內政部也好 他們都有相關的來處理這些事情 那整個過程當中現在在進行當中 我也不宜多講啊 我現在跟院長報告一件事啦 不是叫進行當中 這叫已經進行結束了 選察官已經起訴了 偵查終結了 在起訴的犯罪事實裡 提到了 這個一傳公司 在這個詐欺洗錢的網絡當中 但是提到了這個公司 在這個詐欺洗錢的網絡當中 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然後 這是為什麼 他有法院的程序進行 但是為什麼我要 沒有起訴什麼會有法院的程序 院長你幫幫忙 檢察官要起訴 法院才能審判 檢察官沒有處理 法院要判什麼啊 我說我有法律的形式要進行 我希望喔 法務部再要追查下去 但我為什麼在交通組處理這件事情 這個是有線電視新聞台 這是拿到國家特許的耶 NCC要怎麼處理 跟委員說明 我們現在在進去 在處理當中了 在行政調查 這個 有沒有 剛才委員所講的 在個案裡面來講的話 有沒有事實查證 或是這個違變成 所謂詐欺的這個手段 三密政論節目 跟詐團的假新聞平台 強強聯手 這個Potato Media 是詐欺集團裡面網絡的一份子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網路新聞 這個是檢察官說的 這是內容農場 這是整個詐騙集團他們成立的公司 詐騙集團成立的內容農場 跟三立合作 這件事情NCC要查多久 我們目前正在調查當中 還需要多久 這個有 儘快是多久 我只需要一個時間 這很複雜嗎 證據這麼明確了 還是要以拖待變 所以要是下一屆的鍋嗎 你卸任以前可不可以處理 我只需要這個 你卸任以前能不能處理 你卸任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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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請堂 我請堂